台市长 您辛苦了 让我们热烈的掌声 欢迎高雄市的大家长 高雄市长 台国瑜台市长 恭喜 您辛苦了 您辛苦了 谢谢 谢谢 再热烈的掌声好吗 平常应该向大会的主席跟理事长先问好 今天不行 今天先向施宇许胜美小姐问好 我们张理事长 易东导演 贤康丽 还有刘主席 张主席 还有所有幕后 默默推动帮助我们陈氏小姐选拔的所有幕后工作伙伴 还有我们新闻界的好朋友 非常开心 今天来参加我们自己高雄的孩子 高雄女儿 我们张主军小姐办的第十四届 陈氏小姐选拔 而且了不起的是张理事长 选择高雄为台湾区总决散的城市 因为我最近老是看到水果 芭蕾 香蕉 西瓜 要不然就看到水产品 龙胆石斑 石木鱼 少马鱼 看到最后 刚才我看到这些美丽的家里一出来 眼睛为之一亮 因为这个跨度太大 从美好的水果 美好的鱼产品 跳到美丽的少女 这感觉真的是很奇特 非常欢迎所有来自各地的我们学美小姐 欢迎从Mexico Amigamiya Please stay up 从这么远的地方Mexico来 Welcome 欢迎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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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然后咩 我觉得这一次最 昨天晚上跟张理事长聊天 他的奋斗的 在前半生的这一段 我觉得很感动 他眼睛是看着天边的彩霞 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脚边的玫瑰 自己成长的地方 这是非常了不起 事实上17年前 我们张理事长就获得 港督小姐的选美的冠军 致力于投身选美的事业 念念不忘家乡 我觉得这是 身为高雄的人一定是非常感动的 今年我们这个选美 选在高雄 身为高雄市的市长 以及市政府的团队 我们一定会全力来协助 未来的高雄 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们观光的元素还不够 不够丰富 所以我们一直在增添 第一个 挖掘我们高雄 到底有什么 特殊的 到底有什么 与众不同的 到底有什么 不同的观光元素 美好 被我们长期忽略 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所以我们推动了爱情 爱情产业的观光 当然在某个层面来说 跟今天的城市小姐 选拔是有一点内通性 我们也开创了医疗观光 从3月8号开始 高雄五大医院系统连结 对海内外伸出一个强烈的讯号 我们要推动医疗的观光 另外我们要 要求找出军事隧道 陆海工三军都在高雄 我们要推动军事观光 另外针对华人地区 喜欢算命 我们将来很多地区 我们找出100个会算命的高雄高手 来推荐算命观光 那现在还有一个选美 那这些元素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的加进去 我们就要自己问自己了 我们做得够不够好 我们有没有吸引别人来高雄的 这样的一个用因 这个一定要很谦虚 不能自拔 可是可以跟各位所有的嘉丽 各位好朋友报告 高雄最重要 就是热情 高雄的热情 可以说是全台湾 这个首屈一指 最热情的一个城市 只要这个是高雄人 跟高雄的乡亲来往 都会被高雄的热情 给融化掉 这一点是我们最棒的 剩下其他的硬体部分 以及整个规划方面 我们会继续来挖掘 那不管怎么样 也要祝福我们张游君理事长 这一次在我们高雄 举办的台湾区总决赛 这个会晤能够顺利成功 那么加来除了发掘更多的 真善美之外 也能够做出更多的具体公益的结合 市政府一定会全力来协助大家 而且要感谢大家 也希望所有的嘉宾 可能有第一次来高雄的 希望会喜欢上我们 多多看看我们不同的高雄的面貌 多多跟高雄的相亲相处 我们一定会爱上高雄人的 好不好 祝福大会 顺利成功 也要谢谢我们许顺利小姐 专程来到高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韩市长 谢谢 谢谢 非常感激